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地藏经太不可思议 失明势力恢复,家庭关系发生巨大转变 时光飞逝,岁月如缩 修行地藏法门整整半年了,感恩佛菩萨慈悲爱护 这半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这些变化,我更坚信佛法,深信因果,坚定不移地修行 首先介绍一下没学佛前的我 我今年25岁,不仅自己自认为老天对我不公 就连身边要好的朋友以及亲戚也说我命不好 傻倒霉的破事都被我摊上了 18岁那年被美工刀戳伤右眼 造成右眼失明,右眼睛体切除 三次手术勉强保住眼球,恢复后视力仅0.06 仅有些许光感,达不到安装人工晶体的条件 且视神经已经萎缩 在学校里被不怀好意的同学称为独眼龙 因为这个缘故,我变得很自卑 非常的自卑,毕业后也没有找到工作 后来,遇到比我大十几岁且离过婚 有一个只比我小十岁的女儿的丈夫 不顾家人强烈阻拦,我执意要嫁给她 同居后意外怀孕 当时双方父母强烈反对 选择流产当时我也没想要孩子 认为自己年纪小,22岁 后来,父母熬不过我 勉强同意我们结婚 但我婆婆坚决不同意 僵持了一段时间 婆婆提出条件 除非丈夫把房子给她两个姐姐 才同意我们结婚 无奈下只好同意 婆婆没给我任何东西 一分礼钱都没有 结婚时的家具、家电 包括装潢前 就连棉被都是我自己买的 就这样,我与先生结婚了 婆婆不喜欢我 我也不把她当成亲人 只是应付一下,敷衍了事 丈夫几乎与我天天吵架 每天喝得烂醉如泥 回到家就骂我,就发飙 更可惜的是 她女儿也一改婚前 乖巧懂事的样子 指着我骂 不仅如此 老公的前妻也常到我家里骂我 破口大骂 一言难尽啊 总之 家庭 对我来说就是人间地狱 曾经我认为自己一辈子 都会活在这种环境中 无穷无尽的黑暗 没有解脱的时候 去年七月 我怀孕了 距离上次流产 整整过了三年 由于怀孕了 丈夫比平常关心我了 但是环境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仍旧是天天吵 日日闹 她前妻在我怀孕三个月时 依然到家里来要打我 被公共拦下了 前几次没人护我 从怀孕三个月开始做产检 直到怀孕六个月 所做的每项产检都不达标 先是查出转案没高 排除后 又查出唐氏高风险 做羊水穿刺 排除后 紧接着四围查出 纯恶劣 整整三个月 我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 接下来是银产 股缝开了进产房两小时候 突然没有公缩了 急坏了的护士 选择用手把孩子硬拉下来 疼痛可想而知 这是我25年的经历 还好多好多 我总说我25岁人生所经历的 比一些人一生所经历的都要多 送地藏经眼球发生了奇迹 也许是我的福报到了 就在我伤心难过到 要随孩子死去的时候 我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进入产房前几分钟 隔壁床的姐姐捷缘 给我一本地藏经 要我为孩子读几步经 我这才想起 2008年皈依时 捷缘过这本书 一直被我放在家里 当时皈依真正目的是为了省门票钱 因为我们这里有皈依症的 进云龙山大门免费 现在真诚忏悔 回家后就开始读经 因为愧疚 所以一个月就读了49部地藏经 也许是因缘成熟了 无意中发现学佛网 看了好些师兄写的打七日记 看到师兄们因为修行受益了 心里就想 真好 我也要修 也不知怎么的就加入了备孕群 开始了地藏法门的修行之旅 今年的5月27日 开始第一次拜忏悔 开始做功课 一直到现在 整整半年了 这半年里 明白因果 学习五届实善 学会奉献自己 每天做功课 学习 8月份成为优生优育网络一工 生活简单且充实 感恩佛菩萨加持 使我无论是身体上或心灵上 都发生巨大改变 最先变化的是我的右眼 猛然间发现我的右眼 在看东西 尤其是送地藏经时 特别的亮堂 由于仅有一只眼睛可以看到 我所看到的世界仅有一半 右半边是看不到的 师兄们可以用手捂住右眼试试 我欣喜地告诉家人 家人都不相信 是啊 在视神经依然萎缩的情况下 不会有好转的 为了证明自己 我来到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 把医生都经住了 怎么可能 视力竟然神异般地恢复到了0.12 这一位柱可以装人工晶体了 更代表我可以摆脱独眼龙了 怎么不叫我欣喜若狂 激动之余我哭了 感恩地哭了 第一次感觉到佛法的不可思议 感觉到佛菩萨没有抛下我不管 写到这里 我依然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修行六部曲 家庭关系的巨大转变 其次 家庭关系的改变 在第一次打期 网络备孕期 看了土旺村的媳妇们 这个课见后 开始尊敬婆婆 孝顺婆婆 从点点滴滴做起 改变与婆婆之间僵持的关系 真正改变婆婆对我的看法 并接受我 源自于婆婆的生病 我细心照顾她 婆婆肝硬化腹水 在传染病医院治疗两个多月 婆婆一开始不准我们陪护 怕我们传染上 我们没有同意 学佛后我明白 这是因果病 不是说怕了就不会得的 恶因在那里 躲也躲不掉 我全程陪护 获得了丈夫一家全体好评 尤其是婆婆 明显地从心里接受我 到现在 逢人就夸我这个媳妇好 比亲闺女还好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只是照着佛教我的去做的 没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 最头痛的婆媳关系解决了 由于这个原因 丈夫的女儿对我更是刮目相看 不但不与我为敌了 还当面向我道歉 请我原谅她 我与先生皆认为 她只是一时兴起 过后还会继续与我对筑干的 从七月份直到现在 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温顺 乖巧 懂事 迅速地长大了 放学回来就粘住我 说着说那的 跟我真的很亲密 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意外的收获 再说说老公吧 变化也是很大的 刚开始拜忏悔时 强烈地反对 我只能趁她睡觉时 不敢开灯 捏手捏脚偷偷地起床 到隔壁房间去拜 有时候被她发现了 就会很生气地拉我回屋 我也不跟她争辩 我一边偷偷摸摸地拜忏悔 一边求菩萨加持 家人支持我学佛做功课 过了两个月 转机出现了 我可以在凌晨三四点钟 正大光明地开着灯起床 穿衣服 洗漱 偶尔吵醒了丈夫 她也只是说一句神经病 就不理我了 接着继续睡觉去了 后来 我偶尔偷懒 不想起床拜忏悔 老公醒来发现 我还在睡觉 就会叫醒我 说你怎么不拜忏悔去了 放生也是一样 刚开始也是偷偷摸摸的 找借口出门 参加放生共修 都是用我个人的钱放生 到后来 每到周末 我一说出门 她就说又去放生 回来后 我会把放生时拍的照片给她看 讲一讲放生时的趣事 前一段时间 我们去菜市场买菜 发现一条很大的领域 有酒精伴重 我默默地为她念三归一 丈夫看到了 居然掏钱买下来 与我一起去放生 且放生后不停地问我 这条鱼会不会死 会不会被人捞去吃了等等 像个小孩 我学佛后 真的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那么尖锐了 温柔 宽厚 包容 丈夫评价 丈夫真的开始疼我了 她说你对我妈那么好 对孩子也好 我在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真是畜生不如 以前我们总是吵架 她总是骂我 我现在问她 为什么不骂我了 她说你都不会还嘴了 光我一个人骂 没意思 是酒如命的丈夫 开始不怎么喝酒了 开始练家了 远离那些 不三不四的朋友 回归家庭 陪陪公婆 陪我散步 更符合一个儿子 丈夫的角色了 总之 学佛后 我感觉到了幸福 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我的家庭 和谐温暖宁静 争吵少了 欢声笑语多了 在佛力的加持下 我想都不敢想的 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家庭氛围出现了 对我来说 这就是人间天堂 仅仅半年时间 我从人间的地狱到幸福的天堂 我怎么能不感恩佛菩萨 这一切一切的奇迹 除了佛菩萨 还有谁可以创造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